你们还记得大到离谱的幼黎盲盒吧 现在它又出了春日限定款 叫春与春巡系列 这配色真是美到离谱啊 6加1款 隐藏是春日加冕 还有6个瓷西蝴蝶结 更有石花洛士奇认证的钻石王冠 我真是太想要了 和一代一样 是以隐藏最换卡的形式获得 老规矩从重到轻开始拆 手感重量我总结在视频最后啦 最重这盒前后这个位置 明显对顶 第一支小春意 身份卡给做成了香片 味道特别浓郁 瞧这袋子也是大道离谱啊 这个盲盒真是延续了 一代又大又沉的特点哈 二代的配色特别的春天 整体是亮面漆 脸和手是手感漆 小裙子是一个透明的材质 每支都有独立编号哦 第二盒前后这个位置可以摸到东西 封面款困春棉 这支有梨穿着粉粉嫩嫩的 洛丽塔风格的小裙子 上面的小草莓还是凸起的 真的很好看啊 它的眼妆我非常喜欢哈 感觉是刚刚打了一个哈欠 正在擦泪水 第三支 浮春曲 看它手里抱了一本书 好像是乖巧的学生妹啊 上身穿的是中式的小披风 裙子上有小兔子和樱桃的图案 头戴贝雷帽 梳着蝎子辫 上面还有蝴蝶结 细节非常的多 看它的眼睛里还有樱花哦 这支真的是满满的春日气息啊 我拆出来的前三支 有你最喜欢的幼梨吗 一二三 快来告诉我吧 第四支前后这个位置可以摸到东西 每盒都是有干燥剂的 重量仅供参考 它这裙子的绿色真的好清新啊 给人一种绿意盎然的感觉 手里提了个猫篮 仔细看 这只小猫咪在伸懒腰哦 还是植绒的材质 它把头发梳成了两个麻花辫 这个蝴蝶结上还有一只小猫哦 寻春景 这黄粉的配色也很亮眼哈 画了一个植绒的小狗包包 终于看到一个光腿的了 我赶紧摸了摸 和连手一样 也是手感器的材质哦 最后一只了 会不会有隐藏兑换卡呢 我最近运气不太行啊 知春味 这只给我一种特别贤惠的小厨娘的感觉 手里拿着刚刚出炉的蛋糕 上面还画了小笑脸 看着好有食欲啊 每一只又离的表情和妆容都是不一样的 感觉是特别用心的一套 后面这三只有你的最爱吗 四五六 赶快告诉我吧 这套大到离谱又美到离谱的 又离春雨春巡系列盲盒 你喜欢吗